好来看到玉里国中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 成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恢复实体举办的重要时刻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师生们都倍感珍惜 共同见证着学生们结束国中生涯 迈向新的人生阶段 玉里国中盛大举行了一场瞩目的毕业典礼 成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恢复实体举办的重要时刻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师生们都倍感珍惜 共同见证着学生们结束国中生涯 迈向新的人生阶段 我们的艺文 我们的体育赛事 去年也得到全国奖学的第六名 选手还在台下 所以这些努力都是老师跟孩子一起获得的 这是因为家长 你三年前做了一次最正确的决断 把孩子放心地交给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说 我们老师真的非常认真 为心无愧地栽培孩子 学务处在典礼会场的布置上花了许多心思 为毕业生们营造了一个难忘而独特的场景 走过红毕业生们风姿焕发的进场 仿佛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欲礼国中这次实体举办的毕业典礼充满了温情和意义 师生们将这一刻铭记在心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展望未来的奇迹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